他又见到异象 有个报道家会来用着巢做福音 他说我三年前已经见到这个异象 他说那时候我不相信 但现在我听到这个消息 我就觉得这件事是真的发生的 很奇妙的神赐给他这个异象 我说神给你这么大恩赐 神要用你 你要珍惜 他就是异象看到着茶会有聚会 基督教的聚会 现在真的有人开始去做 这是神的恩典 我们真是神 你真是很有恩典 所以我们要对耶稣的爱有回应 既然耶稣爱你 耶稣是不是爱你 你有没有经历过耶稣的爱 有 很多人都经历过耶稣的爱 那你肯不肯去爱耶稣 你是否施舍一些爱给耶稣 是否施舍爱你 我们要尊重神 我们要看重神 第一件事是我们回来崇拜祖道 我们迟到就像是施舍 守着神 我总之不施舍回来 总之到时候我会起床 如果你真的看重那件事 你真的将我的事放为重要 你就会祖道 所以我们要学这件事 神我要尊重你 我要将你的事放为最重要 这个才是真正爱耶稣 耶稣很特别 你那时候想到我的情景 十一个男人坐在那里 耶稣说 向着一个男人追 你爱我妈 很奇怪 耶稣是一个男人 和另一个男人会这样说 这是男人很少说的说话 但是 神是不介意的 神是喜欢跟别人说的 你爱我妈 神也很爱你 神是很特别的 神是非常男性 很男性化 很有能力 很有主权 但是他又很女性化 因为通常这句说话 你爱我妈 是女性问的比较多 你爱不爱我 你还记得我 你还记得我 这是女性说的说话比较多 但是耶稣就不介意 那么多男人在面前一起说 有那么多男人在面前说 你爱我妈 因为耶稣就是很 看重我们和他关系 因为神就是爱 他里面充满着爱 所以当我们有这个 耶稣的爱的时候 我们就会到他回应了 牧养人 是得到很大的赏赐的 我们一起读读读读书 十二章三节 在《指尚》第四 《指尚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 《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升》 《直到永永远远》 《指尚人会发光于天上的光》 那些使人归义的 即是他走回二路 帮那些人走回正路 跟从神的时候 他就发光好像升 直到什么时候 永远远远 天上你永远有神的光辉 因为神会纪念你 所以如果你羡慕神的恩典 神的纪念 神的同在 神的荣耀在你身上 你就说 神啊 我要使多人归义 你应该使多人归义呢 够不够多啊 不够多啊 可能有些人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帮到 你说神啊 我真的要帮 我真的要一个一个帮 我帮你自己帮我多少个人 你带人回来不是代表你帮我 你继续帮他 你是不是真的使人归义的 所以你说 神啊 我要在你面前有果子的 这里留了《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 提摩 一起读一下 就是一个忠心牧养人的人 他是会地上去得到 真是那些人对他的敬奉 他的爱大 他的支持 在他世上有真正的朋友 是一个祝福来的 是一个赏赐来的 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有很多人说我没有朋友 但是你帮人的时候 你发现你很多朋友 尤其是你帮人灵命 你的朋友更多都不得了 你会去到哪里 还是你去到中国 去到香港 去到哪里 你见到人你都鼓励他 你鼓励完他 他记得你 还是你跟他联系的时候 他一直觉得你一直鼓励他 这个是对他们很大的支持的 所以你不要担心 任何基督徒你一见到 不要说他是基督徒 我们不用全方 你见到基督徒 我们都鼓励他 事事都鼓励他 就算是牧师 他是牧师 要不要鼓励他 牧师都会灰心的 你知道吗 很多牧师是灰心的 以前我牧师跟我说 他说 I am burnt out 那时候我不懂得处理 I don't know how to handle 不懂得处理 所以我那时候没有处理到这件事 我真的不懂得帮他 怎样帮他 因为主有牧师跟我说 I am burnt out 但现在我看到有人说 I am burnt out 我会帮他 甚至有时候我会问牧师 我会问他 你怎样 事奉怎样 你了解他是不是Burn out 那我们怎样牧养人呢 这里你不用看了 稍后你再看 但你看着我可以了 牧养人 首先你要牧养的心 你的心里面是挂着人的 会觉得这个人很宝贵 我要他关心他 我会爱他 这是第一的 不是第一去说 第一是你的心 就是你的心里面的求神 给我的心 我要去关心人 我要帮人的灵命 那你的心 还有信你可以做到 你一句说话可以做到的 你一句说话鼓励欣赏人 你做得好 你的分享对我有鼓励 你的信息对我有鼓励 你一句说话有鼓励 有帮助的 你在网上的时候 让你去鼓励他 有时你会说我看电视 看电视 看电视 但电视的电视 都会过去的 但如果你在网上帮人 那些工作是存留的 所以你说神 使用我在网上去帮助人 或者在电视上去帮助人 我心里面 我看到人没有回 我就是心里挂念 我打了给他 我叫他回 他又说回 但他结果又没有回 我们也祈祷求神 去保守他 我心里面 我看不到一个人 我心里面挂念他 Karen 去了香港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去香港 一定要去找本文讯 然后天天去他的罪魅 我心里面挂念他们 会怎样 我们都是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有这种顾念的心 首先要挂念他生活 就是挂念他日常生活 有什么困难的 他读书 这些事情你学一下 有时有些人 聊两句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什么名字 不知说什么 那就坐下了 其实你可以很多话说 你读书又做工 第一句 他说我读书的 那你就问下去 你在哪里读 你读书觉得怎么样 你离了美国多久 他做工的 你做什么工 你觉得怎么样 你做工有什么困难 就是你从这些开始 你又可以分享给他听 你不要觉得很肉酸 跟他说 耶稣怎样改变我 是很好的 因为他告诉他 他见到一些人 一来跟他说 耶稣怎样好 耶稣真是很好的 祝福我们 我真是祈祷 今世的神的爱 改变我生命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那个人 很深刻印象 就是有人在这个教会里 他真是信耶稣的 在我第一次去教堂的时候 到今天我都记得 那个人 他叫我下个星期回来 我到今天都记得他是谁 他当时在灵传堂的团契 我回到团契的时候 是因为有一个同学 他又乘巴士 我说你去旁边做什么 因为旁边不是住旁边的 他说我回教会的团契 我考虑了很久 最后我回到团契 那时我听过关于神的证据 我又做了咸售课程 接着我跟他说我可以回来 他又没有很大的欢喜 他又没有很大的欢喜 他又不是很大的热烈 他又没有说你下星期记得回来 但是当时有另一个看过的团契 就跟我说 他说你下星期记得回来 这句话就鼓励了我很多 所以我们就由那个人的需要 少少的联系 以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聆听 听着说话的时候 不要只想着我要说下一句什么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妈妈说话 不肯说什么什么 你就肯定想着他怎么回答他 你要听他说 你听他说的时候 你听得出他的不开心 你就从那里回应他 你听到那人说他的挂心的事 你就从那里回应他 就是你要听到人的说话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需要去讲福音 和讲神的话语 这个不要怕他说 但是那时候你最好有自己的见证 帮他在日常生活实行 譬如他在日常生活 他想日常生活实行 你帮他如何在困难之中去对付 你自己经历过困难 你的经历就要得胜了 譬如你说 我觉得这么多功夫的时候 我很难亲近神 你就在这个过程中 你怎样得胜 你就告诉他 因为这些全都我经过了 所以我就教你们 很多人我自己亲身 怎样对付罪 怎样脱离罪 怎样时时祈祷 当人们拒绝我的时候 我怎样反应 这些全都我经历过了 而很重要不要定他的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